像我我就是一個出國我就會瘋狂 我就是幾乎就是都是待在outlet裡面的人這樣子 像那個我如果到美國的outlet的話 我一定會當地的 進當地outlet的前一天我就會先上網 上他們的官網去apply他們的那個會員 然後當你申請會員的時候 他會寄一封email回來給你的時候 他就會順便給你coupon 然後也會順便給你 對然後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上網 就是你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用英文再申請的話 大部分的outlet你用你的護照到那邊的櫃檯 你也可以去跟他換一本那個coupon券 真的你一定要去做 對然後呢 但是我到目前為止我覺得我買過最划算的是 前年我們去北海道的時候 在台灣的時候就是先上網 上他們的官網去申請一個6000塊 我用6000日幣就可以買1萬塊的現金券 所以我到機場的時候去領那個現金券 等於是我已經先打六折了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現金券呢我拿到outlet當地當場去買的時候 它其實日本的品牌在那邊已經打到3到6折左右了 所以我買了一件外套 它原價大概是1萬5左右的台幣 打完6折的現金券再打6折 所以等於是3.6折 我那一件外套1萬多塊的外套我大概3千多塊就買到了 真的 而且那一個配合就是6000花1萬的那個現金券 它不是每一次都有 所以那一次我老公就說哇很驚訝 因為他一直覺得我就是對於錢的這種事情就是很沒有概念 可是那一次我就被他稱讚說 我是購物達人 哎呀 好驚訝喔 好驚訝喔 像日本七八月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們就是會 比如說服飾類都會大打折扣 然後還有冬天的1月也是就是折扣會很 會下到很低 那在這邊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些百貨公司的一些有優惠的卡 像比如說這個是伊士丹百貨 然後像日本的三月百貨 就是他們是同一個集團的 所以如果說你就是帶我們台灣星光三月的聯名卡 然後到這邊的他們的退稅櫃台 去那邊申辦就是拿你的護照申辦 然後就可以有這張叫做guest card 對然後呢它就是你在你一是單或者是三月百貨 你購物滿3000日幣以上就可以打95折的優惠 對然後有一張很重要的 我們的優惠卡 因為我們很多的優惠卡在環境百貨的 對 就是零一零一百貨也可以打折也是打95折 可是然後現在 我再次去大阪買了一個電器 他又問我說有沒有悠遊卡 悠遊卡拿出來 但是不一定真的要悠遊卡 你信用卡上面有優惠卡的標誌也可以 直接在95折 對很划算 不過講到這個整個在購物裡面 大家最常碰到的應該是 特別是在國外的話 日本比較好是因為 它只要那個店上面是貼退稅的話 它直接8%的稅 現場超過5000 它就直接退給你 這個超棒 這個超棒 但是呢你如果去泰國 你去歐洲就不太一樣了 每一家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像泰國來講的話 它是一家店 2000塊以上 它就可以退 那我就看到我的一個朋友 他就很興奮 我可以退 然後他到機場去了以後 才發現到 他可以退100多塊的稅 結果機場手續費不太快 然後 然後現在拍了很多人 然後隨時的也要搞清楚 對 你要看你值不值得划不划算 在歐洲這個問題更大 所以常常很多人會在講說 不是去買什麼R牌的那個手提箱 對不對 去德國買怎樣 但是你要看你的時間 跟你的價錢整個划不划算 所以這件事情一定要搞清楚 再來當然就是大家講說 優惠的金融卡跟信用卡 Visaka它跟世界各國都合作得很好 所以它常常會有它自己 另外5% 10%的一個 在那邊 另外還有一個 台灣的金融卡也非常的好用 真的嗎 就是你平常去ATM提的金融卡 為什麼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如果去北海道的話 你在它的機場 就可以拿到這一本本子 這個本子是中文的 是我們台灣的 上面你看到沒有 十幾家的銀行 金融卡直接刷 不用國際的轉換手續費 真的嗎 因為手續費有手續費 對 所以它直接 所以它還是說 而且它還有2%的回饋 還回饋 再來一點 剛剛又說了 我們有一些 有時候會跟我們的Yoyo卡合作 如果我們的金融卡後面 剛好是有那個Yoyo卡 Yoyo卡 又有額外的折扣 然後你如果在聰明以前 像那個小Yoyo會去烈焰那個折扣 對不對 像Big Camera 它常常會有額外5%的折扣 對 所以加起來我曾經算過 我們最後呢 是15%的折扣 哇 就是台灣的一栽愛卡 我買得到的是15%的折扣 對 所以像這個東西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有時候轉機很無聊 會在等的時候 我就到處去看 有沒有什麼新鮮的東西 而且今年呢 它整個台灣 我看日本的新聞說 他們要跟全家便利合作 所以日本的全家便利很快 就可以使用我們台灣的金融 哇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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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家常常出國 吃15%的折扣 那也沒有 也沒有常常 那你買東西一定也失心瘋啊 沒有 我比較容易失心瘋的是會在 像OLED 我一定還是要考慮 因為有的是名牌的東西 你可能還是要想很多 對啊 但是我很容易失心瘋 是會在日本的那種 金鞍或雞鞍 金鞍 金鞍 超好買 超好買 舉凡是彩妝化妝品 零食什麼名牌都有 真的 所以呢 你到日本千萬不要先去藥妝店 要先去金鞍 因為它的東西都會比藥妝店便宜很多 重點是還可以退稅 對 它包括零食都有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日本的軟糖 什麼零食的 你知道 如果一般的藥妝店 它可能賣到110的日幣 在金鞍69 差很大 所以後來我就看到金鞍的價錢 天啊 我在藥妝店已經買了兩包 我在那邊就買10包 因為我要把它鎖回來 對 然後重點是它到一定的金額 它還可以退稅 對 對 所以你在那邊可以買其中所有的東西 對 真的很好買 然後還有我去日本也會去一個必買的 叫做大創 日本的大創非常好賣 比台灣種類還要多很多 像我女兒啊 因為學校上課都會穿短裙嘛 可是冬天真的很冷 可是日本人很厲害是他們很會做那種保暖褲 對 然後就是像那個安全褲一樣穿在裡面 它是可以保暖的 在台灣買可能要590 690 對 在那邊的大創 只要250塊日圓 50塊台幣 超便宜的 超便宜的 對 它都會多少十塊 對 所以可能第一天第二天去 就沒錢了 然後就卡車一隻東西跟著你走 對 然後因為像我也是愛買到就是 常常會踢到鐵板 因為我之前常常會去LA 然後你知道去美國就會變成蜈蚣 因為美國的人就是最愛去買鞋子 對 因為有些鞋子有美國的 然後去Outlet的時候 就真的是沒有在管喔 我就馬上買買 像有一次就看到是那個 某個品牌 然後呢是小品牌 是小品牌 但是我就是平常覺得買應該還是有點貴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 那時候那才二十幾塊美金呢這樣子 所以我就買了 這麼便宜 你買八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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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還算外色還算黑色 紅色 紅色就對了 女藝人就是要很多鞋 女藝人就是要很多鞋 女藝人你坐在這裡 不要把他看外鞋 你需要什麼鞋 你需要把他看外鞋 你需要把他看外鞋 以為他會冒出鞋 反正呢我真的就買了八雙 然後呢你也知道女生買完戰利品 就會跟好姐妹炫耀 我就去找那個當地住在美國的好朋友 說你看我買這個真的跟她視訊這樣子 對 她就說 這個 你是剛剛去買的嗎 她說 對對對 早上買了戰利品 她說 這好像是五年前的款式 喔 要一下 天啊 這麼便宜 因為我朋友他是很懂牌 他有時候幫你人逮購 然後我就是傻傻的沒跟他先請教 對 然後他就說 這個已經很過激 而且你說你這雙買多少 我說二十幾塊啊 韓稅二十幾 他說 他說 這雙也才二三十塊啊 喔 這已經很便宜了 還買到古董 對 而且出去人家 等一下想說 你過時 對 那很容易 所以其實還是有一些 美眉嘎嘎要笑 對 不要太失心瘋了 這倒是耶 不過今天真的也算學到蠻多 對 光買東西 然後來網站這些 對我那麼多的美眉感覺 對 以前都聽人家講說 就是那個 人要認識三個朋友 一個是 一個是 所以我發現 五星社的朋友 對 我今天講到 五星社的朋友 我想跟我們老公當好朋友 真的 謝謝 給我們的好朋友 我現在每次上飛機 我就一定會拿出我隨身的 100毫升的消毒 酒精或什麼 開始噴 噴那個餐牌 噴那個電腦 電視的螢幕 然後噴扶手 你知道 真的還假的 我絕對不是龜毛 是因為我以前搭飛機 美搭必生病 美搭必感冒 美搭必感冒 所以後來我才決定 不要再讓自己 暴露在病毒或細菌當中 後來其實這樣做法 對我的孩子 出國保護也是很好 因為大家都這樣做之後 其實坐飛機 就比較不會 下飛機過兩天就生病了 把手 然後還有螢幕 對 把手 有電視螢幕 餐盤那個地方 那我想問 不要 那旁邊人會聞到 很怪 而且酒精不好聞 對 那到了國外之後 其實消毒的 這個範圍 就跟我們自己在台灣一樣 我覺得這就不用提醒了 只是提醒大家就是 要把東西煮熟 因為很多地方 這個 它當地的食物 特地用 不是那麼熟的東西 那你吃了 有可能你的 假期後半段 就在那邊拉肚子 或嘔吐 那是蠻可惜的 因為可能不是我們平常 會接觸到的那些東西 了解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 Jet 感谢观看